道度,当前对于肺癌的分类,主要是以病例分行为依据的,分为小细胞肺癌,约占肺癌10%-20%,和非小细胞肺癌,非小细胞肺癌又分为磷麻、二细癌、大细胞癌。 下面将介绍一些常用的化疗药物及其用保用量,辅助化疗方案。 1.顺泊75毫克平方米静脉低注,第一天或总量分三天给予,长春瑞冰25毫克平方米,静脉低注。 1.8天每21天重复一次,破化疗四周期,2.顺泊100毫克平方米,静脉低注。 第一天,以脱泊100毫克平方米,静脉低注。 第一,二三天每28天重复一次,破化疗四周期,三顺泊80毫克平方米,静脉低注。 第一天,长春浅4毫克平方米,静脉注射或静脉冲入。 第一,八、十五天每21天重复一次,破化疗四周期,辅助化疗四周期,辅助化疗的目的是减少数后负八转移的风险。 数后一般身体状况较差的患者,凝盛用辅助化疗,一顺泊50毫克平方米,静脉低注。 第一,八天,以脱泊100毫克平方米,静脉低注。 第一到五天,28天为医疗程,二顺泊100毫克平方米,静脉低注。 第一,三,九天,长春浅5毫克平方米,静脉注射或静脉冲入。 一周一次,三子山泉4550毫克平方米,静脉低注一小时。 一周一次,喀伯200,400毫克平方米,静脉低注半个小时。 每四周一次,晚期,古希兴化疗,一长春瑞冰25毫克平方米,静脉低注。 第一,八天,顺泊75毫克平方米,静脉低注。 第一天,二,吉西卡宾1000毫克平方米,静脉低注。 第一,八天,顺泊75毫克平方米,静脉低注。 第一天,三子山泉135毫克平方米,静脉低注。 第一天,喀伯200,400毫克平方米,静脉低注半个小时。 第一天,以上三种方案群是每21天重复一次,一般化疗四到六个周期。 第一,在化疗过程中,这些化疗药物不可避免,会对机体产生一定的副作用。 那么它们会引起什么不良反应呢? 我们又应该如何去处理呢? 博类常见不良反应与处理方法。 一,未尝到反应,最常见,且明显。 熟恶心,呕吐,食欲解退等。 一般硬脉注射一到两小时后发生,持续四到六小时或更长。 停药后三到五日消失,但也有少数病人持续一周以上。 为防止此类症状,患者因缓慢进食或饮水,避免过饱,一小时多三代替一日三餐。 保持饮食清淡,既有炸极高支食品,尽量避开引起恶心的气味,如做饭气味,香水,香烟等。 感到恶心时可深呼吸,分散注意力。 肾脏毒性,是超见而又严重的毒性反应,与用药剂量有关。 重复用药可加剧肾毒性,常发生于几药后期到十四日之间。 用药剂量过大或用药过于频繁,会是损伤不可逆,最终造成肾功能衰竭。 如果用药剂量过大时,医生会实现制定周到的水化方案, 降低对肾脏损害,患者应应注意多饮水排尿。 三清神经毒性,与总量有关,大剂量极反复用药是明显。 损伤而内毛细胞,引起湿清,在一些患者表现为头昏,耳胶,耳聋,高频频率丧失。 一肾毒性,二毒性,为肠道反应叫顺薄轻。 护理方法同顺薄,骨髓移植,白细胞减少,血小板下降,患者应应防感冒,避免到人多的公共场所, 误解出传染病病人,保持手机口腔内生,多饮水,注意安全,防止跌倒和碰撞, 选择软毛刷刷牙,自删传常见不了反应与处理方法。 一中性粒细胞减少,通常五到十月恢复正常,服用粒细胞及落刺激因子,俗称生白疗各有效缓解。 二,骨髓抑制,护理同上一种叫,三,神经毒性,剂量叫大时,会出现手脚麻木, 戴手套和穿袜子的部位,刺激或烧烛腾感,有时会有口角麻木,通常可以忍受, 停热后数月内症状可改善或消失。 扩敏反应,表现为呼吸困难,低血压,心动过速,群麻疹,皮肤超红等,严重时可致死亡。 所以数次要前三十分钟,几率第三米松进行预防, 熟叶时严格控制低速,对患者进行心电监护,患者却不可自主撤掉监护, 即是他并不良反应与处理方法,一股脆抑制,冰性,白细胞降低和血小板减少。 护理同上,对于血小板较低患者,也可多进食如猪肝的,具有补血功效的食物。 三,肾脏毒性,护理同上。 四,过敏反应,患者可出现皮疹,臊痒,肢气管静磅等症状。 五,脱发,湿睡,在停药后头发会重新生长, 故患者不必要有太大心理压力,可戴帽子或假发在时装饰自己。 长春瑞宾不良反应与处理方法,一股脆抑制,主要使白细胞减少, 血小板下架和贫血也有偶见,护理同上,静脉炎,是患血药物对血管的刺激,导致血管外露, 引起患者剧烈疼痛,局部组织产生水泡,溃疡,患死。 在低主长春瑞宾浅应用地赛米松五毫克,加生理盐水一百毫升冲管。 对预防静脉反应和疼痛有很好的效果,如反应严重, 需医生对伤口进行清理及用药,可痴癒。 三,神经毒性,表现为手脚麻木,感觉迟钝,一般为轻度, 可用营养神经药物进行处理,如果严重,可走路不稳,有脚踏棉花的感觉。 则需减少药物剂量甚至停销。 四,味肠道反应,表现为轻中毒恶心,呕吐,便秘,厌食,腹泻,护理痛伤, 一脱不干不了反应与处理方法,一骨髓一致,痛伤, 二,味肠道反应,恶心,呕吐,护理痛伤,三,过敏反应,较少见。 患者应配合医生回忆自己有无过敏史,家族过敏史, 熟验过程中已有不适,立即告知医生或护士。 长春且复料反应与处理方法,一味肠道反应最常见,护理痛伤, 二,骨髓一致,注意事项痛伤,停尿二到三就可恢复正常。 二,灭尿级系统,导致血及尿中尿酸浓度升高。 长期应用可抑制卵超或高丸功能,凝极必经或精子缺乏。 三,局部组织坏死,静脉炎,铜上,四脱发,失眠,乏力。 在这些化疗药物的帮助下,被癌的生存率很大的提高了,虽然有上述的一些副作用,但是其疗效不可否定。 而且药物对人体的反应因人而异,不一定会出现上述不了反应。 医生会帮助缓解化疗过程中的不适或痛苦,不患者积极配合医生进行化疗,保持乐观,开心的态度,对于化疗效果会有很大帮助。 文心提示,抗癌卫士已开通健康咨询服务。 如果您在抗癌或者妨癌中遇到任何问题,都可以拨打电话,400818-1199,咨询我们的抗癌管家。 他们一定会给您全心全意的服务,参考文献,彭宇,李征,雄艳丽,德,晚期非小细胞肺癌不同韩国两要方案,一切化疗日后因素的分析J,第三军医大学学报,2014-3616,1703-1708年,薛成阳,及西卡宾对老年晚期肺腺癌87例的疗效及护理体会J,中国药业,2013, 2219,107-109,厘书因,持血节,贾基华,长城瑞斌化疗副作用的护理J,中外健康恩斋,201330,298-299, 马金兰,杨俊,刘毅,长城瑞斌临床不良感应分析J,中国物诊学杂志,2008-813,3272-3273, 陈希安,李维,被小细胞肺癌三种化疗方案读复作用比较准, 沙西医学杂志,2004-334-317-319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感谢观看